重温经典,一股见经 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来读孙子兵法 来读军行篇 孙子曰 西之善战者先为不可慎,以待敌之可慎 不可慎在即可慎在敌 故善战者能为不可慎,不能使敌之可慎 古曰,慎可知而不可为 孙子兵法的第四篇讲的是行篇 行篇和后面的诗篇组合在一起 行是二字,就是这么来的 什么是行呢?曹操的诸解叫 君知行也,我动笔应,两笔相查情也 行就是可以观察到的 我动笔应,我动一动看看对方怎么回应 然后呢,你来动一动看我来怎么进行回应 相互试探,相互观察 这好像是我们熟悉的在军事的这种 现代化战争当中的火力侦查是一个意思 就我先摆梭子,看看你暴露出什么行来,什么样子 张玉的注解叫,两军攻守之行列 隐于中则敌不可得而至 见于外则敌称息而至 就双方的军行都尽量不能让对方刺探到 那一尖战,一攻一守 两军的军行就会互相暴露 所以行是在战前的 是呢,是在战斗中的 看待熊悦有一段话讲行事比较正确啊 他说,福利策决肾之术,其要有三 一约行,二约是,三约请 行者,言其大替得失之术也 事者,言其灵时之仪,进退之机也 请者,言其兴至可否之时也 故策同,是,等,而,公输者,三述不同意 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说 行是大替得失的一些计算 你三算有多大,这是算得出来的 算清楚了,再去答 不算不清楚,那就别去答 做事先看行,看看行不行 做起来呢,就要考试 寻悦说这个临时之一,进退之机 可以这么说,不过呢 在孙子的试篇当中讲得更加深刻 寻悦呢,还讲了情 就是主将的意志力和团队的事情 就心智可否 这个情在孙子明法里面也归为是 所以寻悦的行是,请三要 实际上还是行是,两个要点 行和是讲清楚了 战胜的过程,就是行甚和士甚 两个过程 行篇讲的就是行甚 接下来我们开始正式讲行篇 七知善战者先为不可胜 一带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带敌 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是敌之可胜 故悦,胜可之而不可为 就是古代真正善于打仗的人 先规划自己,让自己成为不可被战胜的 然后呢,等待时机去战胜敌人 不可战胜在于你自己 能否战胜敌人在于对方给不给你这个可乘之机 所以说,善于打仗的人能够做到自己不被敌人战胜 却做不到,敌人一定能被我战胜 胜利可以预见,但是如果条件不具备 那不要强为 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正好可以和上面一章叫知己知彼百战不但 来进行对应 先规划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不可被战胜的人 就是知己 然后呢,等待敌人什么时候可以被战胜 找到这个timing,找到时机 就是知敌 不可胜在己,不可胜在敌 顾善战者能为不可胜 不能是敌之可胜 就是人要管得住自己 但是你管不住别人嘛 所以你先管好自己,再去观察别人 如果敌人无懈可击,我们就没有办法来去胜 胜可知而不可为 就是说,可以判断我们能赢 但是如果没有赢的形式 那就不要去强求 不可胜不可强求 那怎么办呢 首先就是不败 很多人在败就败在不知道这件事情该不该做的时候去做了 就所谓就不作死就不会死 办不到的事就不要去强求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上 如果你非要去做 就有可能会输光老闻 不能取胜就不要出战 抓紧时间来练自己 孙子的思想是先胜后战 后面还会讲 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叫赢了再打 如果你没有赢 你赶快就别打 很多人接受不了这一点 所以会认为 这是不作为 你不去打 你怎么知道能不能赢 必须要让自己有所作为 自己才能心安 其实呢 这是一种战略焦虑症 我们经常会说 就要用战术上的情分去掩盖战略上的难度 忘了作为你要付出代价的 任何事情只要你去做 都一定会付出代价 当然还有的时候会承担一些损失和一些风险 事实上不出手并不代表不作为 而是积累自己等待时机 你看在三国争霸的时候 祝格良就是不断的作为 动不动就溜出七山 动不动就是打来打去 可以说没有任何胜算的作为 最后把自己给累死了 他应该等等待时机去锻炼身体 一是想自己活得更长一点 二是把国内那个蜀博之力的更加的富足和强大 把儿子教育好传承下去 但是他像很多人一样认为不能等 不能等的结果就是什么呢 就是司马懿活得最长 他活得比周梁还长 他活得超过了曹操 他甚至活得超过了曹批 那就没人挡住他 结果他最后三家归境 所以第二个策略就是等待 等待在很多情况下 都是最好的选择 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很少很少 等待什么呢 等待形式的变化 什么叫形式的变化 就是行 变化为行慎 是变化为士慎 行慎就是在等待当中去积累 让自己不可慎 不可被战胜 越来越强 士慎就是实际出现了 然后抓住机遇 一章二定 所以等的人呢 是日本将国时期的德川家族 有一个笑话 他说讲日本将国的三大英雄 值田姓常 封臣修吉和德川家康 说三个人在一起遛鸟 那只鸟就是不叫 怎么办呢 值田姓常说 再不叫就把他给杀了 换一只鸟 封臣修吉说不用杀 叫就讲 不叫就罚 所以我爸爸让他叫 问德川家康说 德川家康说 什么又不用做啊 就等啊 鸟吗 总共他会要叫的呀 你看三人当中 就是德川家康最能等 而且他活得最长 结果他成了天下之主 德川家族 就统治了日本三百年 其实等什么 等行慎 积累自己 二等失慎 让对方失误 对方一旦失误 慎气就出现了 对方不失误 我们就没办法因祸的战胜的代价太大 不如等一点 划算 所以就有了第三个策略 能不能让对方失误 这就是唐太宗李卫公问队这本书里面说到的叫 《关古经兵法一言以蔽之》 叫《多方已故》 就想方设法让对方失误 前面几章讲了王俭去灭掉楚国的故事 他找秦王要了六十万大军 然后到了楚国的边境 却不发动战争 安宁扎载 每天开运动会 狠练兵 等待楚国的一些动作 一等 等了一年 楚国憋不住了 开始频频调动军队 处征一动 他看到了这个机会 一举灭掉了楚国 所以成功必须要有大量充分 并且长期的积累 便能够在别人想象之外发动攻击 这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不可慎 守也 可慎者 攻也 守则不足 攻则有余 善守者 常于九地之下 善攻者 动于九天之上 故 能自保而全身也 不可慎守也 合适的注解叫 没有看见敌人的形式虚实有可能的 那就要坚守自己的正义 曹操的注解就三个字 藏行也 观察敌人对方的军性 发现没有可慎之机 把自己的军队给藏起来 把守起来 让对方找到破绽 可慎者攻也 渡目的注解叫 敌人有可慎之行 则当抽而攻之 前面是王简灭除的例子就是 不可慎者守也 可慎者攻也 我们还是要重复一遍 六十万大军开到敌人的门口 看到你严阵以待 我就守 等到了你动了 露出破绽了 然后我马上出击 一举得胜 守则不渝 翁则有渝 孙子的思想一贯严谨 守则不足 知道自己力有不足 有守住 要多大的力量才攻呢 一定要有余才攻 光力量够来不行 一定要有余 要留有余地 要多留余地 要有压倒性的优势 再去进攻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 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 描称的注解叫 九地 岩深不可知 九天岩高不可测 渡目的注解叫守者 鲍身灭迹 幽比鬼神 在于地下 不可得而见之 攻者 誓训深烈 极弱雷电 如来天上 不可得而被也 所以善守的人 就像藏在九地之下 守的敌人 一点都不知道 善攻的人呢 一旦打起来 雷霆万钧 铺天盖地 让对方根本没有反应的机会 和还手之力 故能自保而全身也 守能保全自己 攻能打获全身 孙子的全身思想啊 全身的全 不光是要保全自己 也要保全敌人 保全敌人的城池 物资 甚至还要保全敌人的人命 一是保全 不要杀敌一千 自伤八百 二是把对方也保全 为什么呢 不要他败退的时候 把桥梁道路 城池 这些基础设施 都给破坏了 粮仓物资都给烧了 你要想 拿一个空城下来 又没有什么用了 要把这些东西都保全 能够为我所用 最好呢 人也别杀他们 把他们的军队也保全 一看我们从天而降 连战斗意志都没有了 放下武器投降 加入到我们的军队 那我们的队伍就很壮大 擅守者藏于九地之下 千万不要以为手是保守 是不思进取 手本身就是肾的积累 而且是加速积累的过程 从企业经营来说 简单的类比可以讲 专业化和多元化的问题 当你每进入一个新的领域都是工 深根在一个领域就是守 你想 网课的上一任的董事长王氏 当初把所有公司都卖掉 守住一个房地产业 就收取了一个网课 从个人来说 行行出状元 那无非你需要更多的专注与坚持 任何一个人只要专注一个领域 五年会成为专家 十年会成为权威 十五年到二十年会成为世界顶尖 但关键是你真的能否专注于某一个领域 就不再动摇 在经营上你要守住一个地方 就能守住一个世界顶尖出来 就能活在他人想象之外 所以守是一个从两边到支边的积累 是深深的藏于九地之下 没有人知道你水有多深 因为他没有在一个地方跟过这么久 没有达到这么深 他是不了解你的 你就能够形成最高的竞争壁垒 我们把它称之为竞争堡垒 别人根本进不来 那么什么叫善功者动于九天之上呢 就是你觉得他在攻击你的时候 他根本没有在攻击你 就见过一打击啊 因为他在九天之上 他跟你这么多不在一个平台 不在一个层面 不在一个战场 不在一个思考维度 现在他所有的互联网企业 都要拿移动互联网的门票 对不对 那么门票却不是谁来发的 都是自己画的 你画的什么样 每个人逻辑都不一样 各自在各自的天空上 都不是一回事 那个竞争竞争什么呢 就是自己竞争自己了 什么叫竞争呢 竞争的本质就是 你没办法跟我争 而不是我要跟你去争 这就是孙子兵法说的 善战者先为己之不可胜 也是道德经所说的 叫福不争 则天下莫能于之争的意思嘛 一旦你想去跟谁争 其实你已经输了 动于九天之上的人 根本没觉得自己在跟谁争 只是被他带起这风给挂倒的人 自己觉得自己被他给争走了 所以往往行业内的人都会被行业外的人颠覆 就是这个 当你在久地之下的时候呢 你要耐得住寂寞 耐得住别人比你风光 就像当初华为不经方地产阿里巴巴不做游戏 专心磨练自己的核心能力和核心产品一样 当你后继勃发横空出世 人人看你都是动于九天之上 别人想学你 得做时光剂回到十年以前去学 甚至回到你的幼儿园去跟你一起学 这哪里学的来 他们看到的都不是你成功的原因 是因为你已经活在众人的想象之外 今天就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